今天跟一个年轻的老板聊天 有一个观点非常的受启发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跟大家探讨一下 这个年轻的老板呢 他在本地学习 然后呢 他是想要招一些人 所以跟我们联系 那我就问他招什么样的人 他说什么样的人都可以 有什么能力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思维一致 那我就问他 你要什么样的思维 他就说呢 未来是一个叫 GIG ECONOMY 或者叫零工经济时代 不要再有打工想法的员工 他想招的人呢 就是类似于合伙人 或者是共同创业的人 他的观点是这样子的 你看 加拿大每年有60多万的留学生 好多留学生呢 毕业以后就是为了找工作 那他想是说 以后呢 不会有很好的 就是说长期稳定的这种工作的存在 都是这种叫 GIG ECONOMY 刚才提到 那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经济体 所以他看中的是 每个人都要有这个 我们叫做生意的头脑 或者是说有市场啊 销售运营产品方面的这些思维能力 他看中的是这些 那我就问他一些细节 他举了个例子 比方说 有这么多的留学生 他们要找工作 很多人就是没有工作经验 那也找不到工作 对吧 换一个角度来想 你说留学生来了以后 他们给加拿大的经济带来了贡献 比方说这个他们的学费 对吧 一年好像加拿大有多少个亿 是来自于留学生的这个收益 再有一个 比如说他在当地的这个生活 学习 甚至工作 甚至留下来 那这一笔一笔的费用呢 都是给到了所有的服务商的提供者 或者叫老板也好 但是反过头来呢 他们毕业了 想要拿身份 他们付出了这么多 包括这个学习 加上工作 付出了努力 但是留不下来 那这个就有点可惜 所以他的思维 想让大家呢 换一个思路 就是他要召集这一批人呢 来从不同的角度 比方说 共同做成一个极客体 就类似于一个小的这种社群 或者community 比方说 我们既然衣食住行上面 也要消费 那为什么我们吃饭面 不自己整一个小的餐厅呢 有特色的餐厅呢 这样我们既能服务于自己 又能服务于别人 这个资源也不浪费 比如说我们喜欢穿什么牌子 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去传一个呢 就是这种自给自足的这样小的社区哈 我听到这个也挺有意思 那他说呢 这个不光是能够锻炼大家的创业思维 而且呢 即使你找工作 比方说 你去应聘单位 老板问你做过什么 你说我们一起做过什么什么营销 对吧 我们开过什么什么样的餐厅 做过什么样的营销 等等等等 这样的经验其实都可以用得上 不管你是找哪方面的工作 比方说你是管理岗位 那你说我管理过这个社团 我们这个社团从创业 一直到运营 一直到以后引力 每个节点我都可以 那你在应聘工作的时候能提到这么全面 站在老板的思维去应聘的话 那成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听了这个解释以后 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哈 那确实是我收集到的数据 未来也是一个 叫零工时代 就是不会再有这个所谓的 稳定的工作或铁的饭碗 甚至随着这个web 3.0 比如说什么AI VI的发展呀 很多的工作都可能被取代 那唯一不能取代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能够有主动性或者创造性的思维 是不会被计算机或者给电脑 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哈 那我们要凌驾于他们之上 用思维来指挥他们 所以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他的观点哈 但是我觉得很新颖 不论是对创业的人群 还是对就业的人群都有一些帮助啊 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观点 你认可还是不认可 为什么 如果大家讨论的激烈的话 我们到时候可以组建一个群 或者专门开一个研讨会 来讨论讨论这个观点哈 欢迎大家评论点赞转发 这里分享一些加拿大留学求职创业的干货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